是第一条由中国人自主修建的干线铁路 1909年通车典礼上火车头的昏鸣声 宣告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智慧 让铁道征服了崇山峻岭 加速了中国近代工业革命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创设了人字型铁路 巧进山势而动 完美诠释了反者道之洞的道家哲学 京章铁路动线公园将以线的柔韧之力 属通大都市脉络 打破无形的隔阂 进一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它将原有的京章线衍生为八条洞线 以容纳现代人多元化的生活文化需求 分别是京章线恢复铁路遗址 点亮科技创新 高铁线体验高铁的动态美学 地铁13号线展现都市律动与空中花园 齐形线让绿色健康雏形畅连无阻 鹿形线串联日常而丰富的生活圈 声音线聆听历史声音 感受铁路的节奏 艺术线让工业移植 与前卫艺术碰撞出火花 雨水线一条湿润的绿郎连通自然 京章洞线公园第一分区商业门户区 高铁与13号线从地下穿过 原高架桥改为空中花园 下设画房咖啡厅 我们保留和改建冷库建筑 恢复冷库线与红砖拱卷幸福 成为美术馆商业街 空中花园容纳通行骑行线 空中滑冰道 恢复金章铁轨 穿越壮观的银杏大道 原为火车掉头的大转盘 成为露天剧场 以龙门吊饰步行高架桥为门户 清洁能源火车头 助兴庆典狂欢 在原汉轨厂机制上 八角动线相互交织 因京章铁轨行驶着 智能化移动盒子 服务于整个动线公园 这些多功能移动盒子 像百年前京章铁路上的货运车厢 它们可装配为 骑行驿站 饮料轻食店 休息屏 集市摊位 厕所 书店自习室 卡拉OK 青年旅社 医疗服务站等 移动盒子装在车轮底盘 悬挂连接 智能编组 灵活调配 提供智慧化的公园服务 京章动线公园第二份区 生活文化区 建立京章铁路历史博物馆 铁路回音谷 铁路博物馆的桥梁隧道式结构 让火车穿越 创造声光展廊 铁路回音谷 模拟居庸关山谷 可沉济式的体验历史声音影响 沿铁轨 重现站台桥 东风机车与油罐车 在129爱国运动旧址 5000米马拉松环道 可举办接力赛 让校园与社区联动 铁路时光隧道 仿佛60年前的油管车厢 通过艺术与虚拟现实 探索铁路记忆 聆听历史声音 清华原老站房 复原了1960年代风貌 建立京章广播电台 可移动式绿郎 震线1906年 清华原站的路过 仿佛两个时代的对话 跨越北四环的桥梁 仿照京章老铁路小结构 沿铁轨行驶着 无人驾驶的智能百度车 游人可在枕梦堂椅上 远眺西山画平 火车胶囊旅馆 结合夜市 提供独具特色的旅游体验 京章动线公园第三本区 校际艺术区 高铁通风景 转换为声光艺术盒子 随着高铁运行而变换 围绕着车厢式看台和感光花园 临近八大院校 清华艺术馆和小学 由铁轨枕木 组成声音雕塑花园 在双清道路口旁的高架桥下 举办艺术涂鸦节 大学艺术周等活动 13、15号线换城站 构成站成一体化枢纽 以校际活动大客厅广场 来连接校园与企业 共享的创新空间 京章动线公园第四分区 生态自然区 连接三山五园电区水网 在自然探索摩物馆旁 人自行坡道爬上山丘 清河支流被拓宽为生态湿地 设置水生态展示中心 在山顶可回望整个公园 遥想金章的古今变迁 眺望开往春天的列车 它以智慧为鬼 以人民为道 领成时代的列车 开往新的版本